下楼,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焯水,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这叫轻功啊 我们这一代人在很小的时候就都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武功,那就是轻功 不过,随着长大之后,关于轻功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去奥运会拿金牌这样的疑问,我们渐渐知道 然而,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并非非此几彼 武侠影视中的轻功当然并不存在,不过现实武术中的轻功确实存在 轻功其实是一个混淆的概念,其中有三个意思 第一,武术的基本功 正如硬功是练习身体的硬度,轻功是提高身体的轻盈灵活程度 包括弹跳,平衡性,腿部力量,耐力等等 现在的任何体育运动中都有类似的训练,比如拳击的步伐 跳绳训练就与轻功目的类似 擅长蝴蝶步的阿里,更可以说是轻功的大师 打好轻功的基础,做任何武术动作都事半功倍 并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比如军事,比如耍酷,当然也包括搏击 是不是感觉不过瘾,和你想象的轻功不一样 没关系,和电影中类似的轻功其实也是存在的 这就是轻功的第二个层面,表演 这个动作有没有让你想到金庸笔下郭靖大侠的上天梯? 小说中说,这门功夫就算有人练成也只能上个三四步而已 金大侠成不起我 武当陈世行师傅的轻功就属于轻功的第二种形式 表演,或者说身体能力的展示 相同的表现还有跆拳道的表演,欧美的轻功,跑酷 跑酷,源于法国消防队后来变成一种风靡世界的流行文化 听说,拜成龙为祖师 也可以说是一种从实用技术到表演的明显文化转变 最后,轻功的第三个层面,军事应用 在中国,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古代江湖人的轻功除格斗外应用于什么 不过从一些碎片中仍然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余成慧练过一种功夫叫墙上挂画 能够被贴在墙壁上用手扣住墙缝,停留片刻 这种功夫在古代,当然只可能应用于刺探、盗窃等用途 这些在中国已经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近于消失 不过在日本却有胡话石存在,这就是忍术 这位是被称为日本最后一位忍者 一鹤派第21代掌门,现一鹤忍者博物馆名誉馆长穿上仁衣 同样,忍术也是现实中存在,但被影视夸张化的一门技术 可以看到,穿上仁衣的各种忍术能力 其实接近现代特种侦察兵的技能 野外生存能力,化学爆炸,盾术,手里剑,镰刀术,隐藏的散剑,夜行,攀爬,翼容,跳跃等等 发挥到极致就可以完成各种军事任务 历史上,一鹤,假鹤,乌银等忍者流派 主要便是接受大明的雇佣,完成偷窃,侦察,刺杀等任务来生存的 这一点和唐朝很像 如宰相五元恒就被截度时派出的刺客刺杀 一般认为忍者来自中国,这一点从技术上当然已经无可考察 不过文化上却可以看到人数受到中国道家的影响 这忍者首印就是著名的日本密教九字真言 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 是来自中国道家的口诀 最后多说一句 穿上仁衣的武功高不高?高 能上了一台吗?不能